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戒其实就是指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其中杀生排在戒律第一 其罪业最为深重 佛语有云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迫害一条生命就是在造作罪孽 于众生结怨 或现世暴或来世暴 总之因果不空 天下万物皆有灵性 总不能戒杀 也莫要多造杀业 在佛家看来 如果一个人 如果造诸杀业 来世必定会妇孺畜生道 而现世福报消减 容易引来祸端 尤其当霉运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身边人时 更是要坚信 因果循环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 莫造 罪孽 尤其是面对有灵性的动物 大家一定不可伤害 因果不虚啊 有灵性的动物千万别伤害 佛经上有过这样的记载 佛陀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给世间许多动物都赋予了灵性 这些动物在某种程度上 是与人处在同一层面的 甚至还要高于人类 比如蛇 龟 泥鳩 黄鼠狼 狗狗 马等动物 这些都十分有灵性 狗其实大可不用做太多解释 作为公认的人类最好的伙伴 在很多事情上都证明了 狗通人性这一事实 在香港 杀狗是犯法的 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爱狗如命 有保护狗的法律 如果杀狗被政府知道 是要受到处罚的 但有些人偏好吃狗肉 于是狗肉物以稀为贵 越是得不到 就越是有人想得到 所以狗肉就成了黑市的买卖 罗来是香港人 他的副业就是杀狗 罗来生于贫穷之家 好赌钱且嗜酒如命 常常喝醉后什么也不管 罗来后来结了婚 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因为他不顾家 太太很失望就离家出走了 这时的罗来没有了太太的收入 就得想办法维持生活 就以杀狗为副业 他自己杀了狗后 能吃上狗肉就着烧酒 多的狗肉卖给其他人 罗来的九龄幼舍 亲朋好友是知道他的这个副业的 所以如果他们有不想养的狗 就送过来给罗来杀掉 为了杀狗而不招来警察 以至于去坐牢 罗来就想了一个很保险的杀狗方法 他先把狗装在一个布袋子里 扎紧布袋 然后把狗头朝下 浸在水缸里 所以狗是叫不出声的 只能是拼命挣扎 但因为被捆在袋子里 这些狗无法挣脱 不多久就淹死了 罗来原先住在湾仔的旧楼里 那些年他杀狗无数 过了很多年后 他搬到了新楼里 在新的环境中 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杀狗的 所以他的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 最后改行在大厦里做看门的 有一天 家里来了一条母狗 罗来就把狗养肥后 要杀来吃 而这狗似乎很通人性 知道罗来要杀他 跪在地板上不停地罗泪 向他哀求饶恕 母狗哭的眼泪滴湿了地板 罗来觉得很惊讶 于是就不杀这条母狗了 后来 这只母狗生了一窝小狗 罗来的兴趣就又来了 他心想 要杀大狗 他就哭 好 那就杀小狗吧 于是他就把这些小狗养肥了 然后一只一只给杀了 卖给了街坊邻居 因为小狗的肉又嫩又滑又肥 有很多人买 而每一次 罗来杀小狗的时候 母狗就哭 可说也奇怪 他确实也拦不住罗来 就这样过了十几年 母狗生了很多小狗 生多少 罗来就杀多少 十几年来 他杀的小狗不计其数 终于有一年 这母狗疯了 只要在晚上见到看门的人 就冲上去去咬 最后被看门的人给打死了 母狗死后不久 罗来突然就得了半身不随的疾病 不能自理 罗来在医院里住了八年 活受罪 一直到今年突发脑移血死了 罗来有个儿子 当时已经皈依了佛门 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想见父亲最后一面 就去看罗来 没想到 已经死去的罗来又活了过来 活过来后 却献出了一只狗 被杀死时 那种惨痛的各种形状 从罗来死的时刻来看 他一定是做狗去了 来世等着被人杀 地藏婆子本院经上说 若欲汤人 斩灼伤生者 说轮回地长报 说的是 这一事你所做的 下一事将是你要遭受的 罗来这一事杀狗 在医院成熟的将来某一事 他投生为狗 那些被杀的狗 做人后又会杀他 渊源相报 杀来杀去 没完没了 所以 种善因就结善果 种恶因就结恶果 自作还需自受 这就是因果 佛经上重点提到的动物有两种 一者是蛇 佛经上写道 蛇的嗔恨心很强 属于有仇必报的那种 所以 人们往往在伤害蛇之后 果报也来得比较明显 二者是龟 在佛经中提到 佛陀在度化龟时 赋予了他长寿 所以自古以来 龟都被当成了 俘虏的象征 伤害龟 就是在自损受缘 果报也是非常严重的 因果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自古以来 对于生命 以及因果方面的话题 都是争论不休 辱世道三家文化 也都在不同程度上 提到了人生的 吉凶祸福 像儒家的弟子归 道家的太上感应篇 佛教的 十善夜道经 每部经典归根结底 都是劝人向善 语言虽精炼 却包含着人生的大智慧 太上感应篇中讲 福祸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每个人一生的 吉 雄 祸福 都是自己的言行举止 所赶招来的 所以想要人生 事业顺畅 家庭吉祥 吉得向善 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有因必有果 我们与人为善 将来所遇到的事 也都是善的 行善的前提 先做到 不去作恶 不然就像 往有洞的桶里 注水一样 一边吉福 一边折福 行善就是要做到 佛教的五戒 就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五戒中 杀生是排在第一位的 世间人为了自己的 口腹之欲 肆意地伤害这些小动物 殊不知 要给自己带来 多大的业障啊 待到姻缘成熟时 果报还是自己受 再者 动物也是有觉知的 就像人们常说的 通人性 所以有些动物 是不能伤害的 因果严重 在此例举 两类灵器动物 不要伤害 不可杀 不可食 要谨记在心 第一类 猫 狗 牛 以及家养 和人类最亲近的动物 现在很多人 家中都爱养宠物 对于猫 狗 这类动物 伤害 还是很少的 对于 无肉不欢的人 几乎也是 很少杀害 这些动物 但还是有 极少数的人 喜欢吃 狗肉 牛肉等 猫和狗 都是通人性 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在农村家里养的牛 也是对这个家庭 有很大的贡献 按照佛教 所讲的因缘果报 和家中的动物 也是有很大的缘 所以 我们以后 对家中的猫狗 都要善待 在外面 见到流浪猫 流浪狗 给它们点食物 也是为自己吉得 动物 也懂得感恩 要知道 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比网际 网络还要复杂 说不定 哪天自己的一个善举 就给自己 种下了无量的福报 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福报突然现前 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第二类 蛇 龟 狐狸 黄鼠狼 这类动物不要伤害 在动物中 蛇 龟 泥鳩 黄鼠狼 善鱼 刺猬等 都是十分有灵性 尤其是蛇 尘狠心很强 所以伤害蛇的话 因果暴影就比较明显 道教的太上感应片中 也讲到 无故 杀龟 杀龟打蛇 是极为不好的 希望人们在遇到这类动物 不要伤害它们 更不要贪图 口福之响 要知道 因果不饶人 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希望大家都要以你为戒 不要为了自己的一时之快 伤害这些无辜的动物 给自己种下难以消除的业障 求福者 戒杀放生才是明智之举 阿弥陀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所以宝哥 就等下集多了 好奇 哦 哦 我 哦 hij